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披在了她的身上 她浑身都控制不住的一颤 剑下她什么时候回来啊 她 在美国那边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应该不会这么快回来 所以你不用担心 在这里安心地陪着我和儿子就好了 这里的医生护士 我都交代过了 他们不会乱说什么的 剑下垂在身侧的手 渐渐握紧成拳 只是她不明白 她八月怀胎 差点丢了性命生下来的儿子 什么时候变成了颜易如的儿子了 抬腿 剑下想要冲进病房 想要质问和她同窗共枕快三年的丈夫 质问和她从小一起 如同亲姐妹般长大的好朋友 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脚下的步子 却忽然如同惯了千般 不管她怎么用力 都挪不动 阿燕 你说 如果有一天 剑下知道了一直生活在她身边的儿子 根本就不是她亲生的 儿子当初生下的是个女儿 她会不会疯掉 女儿 当初 我生的是女儿 剑下眉心骤然一簇 一双成亮的铜人不断紧缩 哼 一声十足的不屑冷哼声 透过层层的空气 如针尖一般刺进了剑下的耳朵里 狠狠地扎在了她的心口之上 她要是疯掉了 那我们一家三口 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吗 所有的理智 在这一瞬间彻底的分崩离析 剑下疯了 这一刻她真的疯了 巨大的声响让在沙发上冷艳和颜亦如立刻就分了开来 各自慌乱地取提身上的裤子 夏夏你 看清楚冲进来的人是谁的时候 颜亦如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颜亦如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剑下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 阳首一巴掌狠狠地摔在了冷艳的脸上 夏夏你听我说 你闭嘴 燕亦如 你给我滚出去 夏夏 夏夏 实际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和冷艳 不是我想的那样 哼 剑下看了一眼背对着她 仍旧在提裤子的冷艳 眼泪都笑了出来 她染了霜的目光 凌厉如刀般地落在了颜亦如的脸上 颜亦如 那你告诉我 你和我的丈夫 这是怎么回事 我 刚才只是不小心 滴到了阿叶的怀里 是吗 剑下笑 颜亦如那娇柔动人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张牙舞爪的恶魔 她仰手 想要朝着颜亦如的脸上 落下去 只是 她的手才仰到半空中 就被一只大手给截住了 你够了 剑下 耳边呼的响起了冷艳咆哮的声音 剑下书的侧头 看着身边上怒的男人 想笑 却再也笑不出来 只有眼泪 无声地滑落 她张了张嘴 用了好大的力气 才问道 冷艳 为什么 冷艳 眯着她 咬牙道 简下 你有资格问我为什么吗 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剑下 浪浪地看着她 所有的话 煞时堵在了喉咙里 一个字也说不出 这一刻 她的整个世界 都在崩塌 我警告你 颜艺如是我的女人 你最好别动她 站在一旁的颜艺如 听着冷艳的话 不禁扬唇 笑了 从来没觉得有一刻 像此时这般 畅快过 看着冷艳 剑下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 只剩下一声冷笑 我的女儿呢 我的女儿在哪 冷艳和颜艺如一听 脸色结实 瞬间便苍白了两分 什么女儿 我不知道 冷艳 你个畜生 这一瞬 彻底的绝望 将剪下淹没 她用力地 想要将自己的手 从冷艳的手里抽出来 只不过 冷艳却更加地拽紧了她 然后用力地 往旁边一甩 剪下的额钱 重重地 撞在了茶几的一角 鲜艳的血液 瞬间涌了出来 看着摔倒在地的剪下 冷艳笑得极巧 就算我是畜生 你不是什么也为我做吗 妈妈 妈妈 病床上昏睡的孩子 终于被吵醒了 爹坐在地上的剪下 努力地撑起自己的身子 朝着病床上看去 嘴角扯出淡淡温和的糊涂 他伸手 想要去抱抱孩子 可世界却变得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模糊 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